因為他起身的時候 這個陳建舟他的形容是從 就抱住他 對 然後他覺得他好像要被侵犯 所以他是護住他的胸部 然後好像後來之後 是好像被他壓到床上吧 就是有到床上這個動作這樣 可是他還是死命的抵抗 抵抗他的這個 這個想侵犯的一個動作 可是要有一個重點是 大牙形容 那時候他環抱住 從背後環抱住他的時候 這個動作 他在他耳邊有講一句話 他到現在十一年過了 他還沒有辦法忘記 他說沒辦法 你范范姐就是不喜歡這種事 他們有一次到馬來西亞去錄節目 就會錄那種去闖妹妹們房間 因為其實日本節目也有 可是不會做得這麼讓人不舒服 因為陳建舟進去那個房間 你打開 小薰只有 小薰就是裡面有一個妹妹 叫小薰 只有一個浴袍 很尷尬 他頭髮很亂 當然你也可以說 這可能都事先講 不論如何 這種看起來就是不舒服 至少我女生 我覺得我受不了 然後陳建舟還講說 你裸體你 就黑人的角度來 形式偵查不公開 什麼時候會開放 只有不幾次數分 出來那一天 那一張 那一張結果 他只是忍受那一次 然後中間的過程中 因為偵查不公開 怎麼講 無從查證 所以就黑人的立場來講 我覺得 我認為他告成不成 已經不是重點了 應該是在案件結束的過程當中 他還收受多少的媒體的那些效應 就是大雅 我們知道過去的黑社會妹妹 出道的一位女藝人 然後其實現在都為人妻了 她在她的臉書 指控在2012年7月18號凌晨 發生的一件 這個所謂的 其實對她來講 可能一輩子都難以忘懷 甚至一度可能會被強壓 然後被這個做不喜歡做的事情 的這樣的一個經過 那這個事件的男主角 其實是黑人陳建州 也就是當時他的老闆 那他其實敘述是說 那時候在2012年的7月間 他們有一行人 其實是坐的紅眼斑肌 他們有一個工作的行程 那那一行人當中 除了他以外 還帶了一個書 一個應該說髮型師 書畫師 有男有女 那裡面也包括陳建州 還有他自己的經紀人 甚至是另外 還有一個男性的經紀人 反正一行人 大概六個 六個人這樣子 好 那一天到 其實一下了飛機之後 因為是紅眼斑肌 所以過程當中 其實是 其實有點疲倦了 那他們呢 依這個大牙的描述 我先講這一篇文 非常非常的長 然後呢 而且它其實包括 所有的對話 時間點 然後呢 很多的細節都講得很清楚 那我在這邊只是講一個大略 那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它的形容是說 其實在他們前往下踏 飯店的過程當中 那黑人呢 其實是坐在前座 其實時不時有這個彎過 就是到 就是探過頭來 轉過身 就問他說累嗎 那要不要鬆一下 那鬆一下其實 這句話 其實我們過去錄影 也常常真的會聽到 黑人 這個好像是他的口頭禪 那鬆一下其實 有時候就是一個好玩的 開玩笑的 那當時大牙 其實他的感受 我覺得是好玩 開玩笑的 可是沒有想到 到了這個 所謂的下踏飯店 他入住到自己房間之後 其實他的 他的這個 所謂的房門的房鈴就響了 陳建州來了 他的描述 那當時其實他的形容是 他已經洗完澡 那呢 他正要洗澡吧 沒有 好像洗完澡 洗完澡 然後反正他身上 只剩下一個 穿著浴袍 穿著浴袍 那他就是去應門 那那時候其實他覺得 他其實真的是不自在 不管你是老闆 還怎麼樣 或者是熟識的人 孤男寡女共處於是 然後他又一件浴袍這樣 所以他的形容是 他就是坐在電腦前 然後有點下意識的 拉住自己的浴袍 然後就是不自在 但是這個他發現 這個這時候呢 陳建州嘴巴在車上講的 鬆一下 其實已經變成所謂的 有一點言語上的 性騷的感覺 就是說 你剛才不是 你車上說要鬆一下 來鬆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 他的形容是 他就已經開始不愉快了 這樣子 好了 那我跳過去說 到最後呢 其實他說 這個陳建州就 直接坐在床上 屁股是黏住不響 就是一副不願意離開的樣子 那過程當中 其實他有不斷地跟他講說 待會化妝師 抒化師會來找我 你先離開這樣子 可是呢 陳建州 並沒 就是一直 沒有放棄 就沒有放棄就對了啦 那當然在過 他後來當然被他講中 他就說你不要這樣 因為 因為這個大家都累了 反正就休息就對了 結果沒有想到 他送他出門的時候 要出到房門的時候 反而給對方一個機會 因為他起身的時候 這個陳建州他的形容是從 就抱住他 要環抱他 對 然後他覺得他 好像要被侵犯 所以他是 附住他的胸部 然後好像後來之後 是好像被他壓到床上吧 就是有到床上這個動作這樣 可是他還是死命的抵抗 抵抗他的這個 這個想侵犯的一個動作 可是要有一個重點是 大牙形容 那時候他環抱住 從背後環抱住 他的時候這個動作 他在他耳邊有講一句話 他到現在十一年過了 他又沒有辦法忘記 他說沒辦法 你范范姐 就是不喜歡這種事 然後呢 所以他就覺得說 天啊他到底 這個人是他認識的人嗎 因為第一個他有強調 他有去參加 他們兩個的婚禮 而且也見證了他們 見真不遺的愛情 這個林林總統 讓人家覺得很噁心 他沒有辦法理解這樣子 好了 那其實這個細節 他講得很清楚 那後來他還是 就是有成空的脫險 就是他還是把陳建州 送出門 可是沒多久 門鈴又響了 門鈴響了 還是他 那他這次按門鈴 其實為了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他拿這個卸妝油 然後他說卸妝油 到底是要幹嘛 他說其實 他當下 他知道他的動機的時候 他也是覺得 哇 這個人怎麼連要 這個做壞事的退路都想好了 對 脫罪的那個 他說只是萬一有人看到 就是說我到大牙的房間 只是為了要借卸妝油 這件事情 然後呢 後來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除了 這個時間地點 講得很清楚之外 後來其實居然還有 應該有所謂的 不要講目擊者 有人聽到 這段是什麼狀況 就是後來陳建州不是離開了嗎 可是離開之後 其實這個化妝師 書畫師 一男一女真的來找這個大牙了 已經到他房間了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大牙的電話響起來了 響起來了 結果是陳建州 陳建州打來的 然後呢 他在電話裡面很清楚地說到 就是說 你要不要來我的房間 一起看DVD 因為我這邊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就變成說 其實這個事件已經不是 他跟這個黑人 在這個房間裡面 單對一的一個狀況 是連同這樣子的電話內容 都被第三者聽到了 那據大牙的這個形容是說 當下那個書畫師 他們聽到也傻了 這個是什麼狀況 所以目前的這個 這個大牙的控訴是這個 對 因為大略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他的描述 非常的清楚 一字一句的對話 剛剛文婉姐講了絕大部分 那有一些我真的看了 我會非常的shock 我很shock 因為大牙他有說 我是把你當哥哥看 但是黑人跟他說 我不是把你當妹妹 然後還有講說 剛剛文婉有講說 你的婚禮我有去參加 這樣真的不對 那他有講到就是 我是你旗下的藝人 因為那時候大牙是 黑人有開經濟公司 旗下的藝人 那你怎麼可以 對你旗下藝人 做這樣的事情 那陳先生竟然回答他說 可是你很正 就是你很漂亮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我放開你 你親我嘴巴一下 這感覺如果是夫妻小情侶 就很甜蜜 但是對戴雅來講 就是我是把你當哥哥 你是我的老闆 而且你已經結婚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他有很多的 細節的描述就是 而且還有所謂的不對等 就是這個權力跟 對 他有想到說 他很擔心說 他當下如果處理 不得當的話 因為他可能工作 因為他好像曾經 被他冷凍一陣子 他很擔心這個事情沒有處理好 他可能工作隔天都沒了 這個戴雅還講說 這個事情發生過後幾年 戴雅在一個餐廳 陳建州竟然帶著范范 走過來跟大家打招呼 所以戴雅有痛誠這件事說 你怎麼還能 你都對我做這樣的事 然後很多年之後 你就當作沒做過 然後還把你老婆帶來 然後跟我打招呼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戴雅的老公叫阿廖氏 他剛剛有一個說明就是說 當然他非常生氣 他說誰欺負我老婆 我就欺負他 意思是說我們一定會討個公道 OK 那請教一下馬律師 這個 如果從法律的角度 證據面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是蠻細一些 因為包含他們之間的關係 蠻細微的 因為你只要描述的越具體 這樣子的可信度是越高的 除非他是都喜歡掰出來 但是從內容看得出來 藝人沒有問題 旗下的經紀人 不對等的關係 搬機號碼 你那個搬機 你去電腦 那個航空公司查 都一直留下來 不會 然後護照出境資料 兩個都一樣 甚至如果那個 有些旅館保留的電腦資料 那個旅館房間號碼 都還明清清楚 這樣能證明什麼 至少證明他描述的過程 都是那個時間地點 是勾得上的 那當然我唯一不能勾得上 像是進房間那個動作環報 或者是穿浴袍這個動作 如果他今天事後 發生以後 大雅還有跟別的 同團的講說 昨天怎麼樣怎麼樣 那就更明確的 那個人能夠出來作證說 沒錯 在當天當時 大雅有跟我抱怨 甚至跟我哭訴 甚至跟我講這個狀況 他再出來作證 就能夠還原到 當時真的有發生這樣情形 所以我認為 只要描述的越具體 越多的人證物證可以勾激 那雖然沒有辦法勾激到 房間內的事情 但是整個狀況 都可以明確出來 這樣是很明顯的 我認為法官的新證會 會裁認這樣一個事實 黃醫師妳有很震驚嗎 其實我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他其實就是在那個位置上 然後他其實蠻道貌岸然 有很多公益包裝 通常我不太相信這種人 因為我個人不相信 所以他爆出來之後 那個爆料的人 人事物 時間地點人物 講得這麼仔細的時候 很難讓我們不相信 我當狗仔隊的時候 我們好幾次就想拍 黑人跟黑社會妹妹 因為畢竟這個黑社會妹妹 到後來的棒棒糖 算是黑人的一個作品 沒有錯 因為他後來也變成 他們的經紀人 也在帶他們 所以這個說 當時去香港去露營 什麼什麼的 那他就是一個老闆的狀態 我們當時有聽到一些耳語 是說他似乎跟這些妹妹們 有感情 可是現在對照 你更過分 這已經不是感情 他跟對方根本沒感情 是詮釋性嫂 這更可惡 你是透過老闆的方式 所以為什麼大雅這麼痛苦 而且這麼多年都是身心受創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黃醫師說的 就是說黑人很多人對他看法是兩極 有些人就覺得 其實你只要認識黑人 第一次見面他都很溫暖 深眉節 文彎節 他客氣得不得了 那有些人是覺得他很好 朋友多 但另外一方面的人都會覺得說 你就是一個裝熟魔人 就對他的個人這個形象 一直有爭議 認為他就是堆砌了自己的公眾形象 然後私底下似乎不符合他公眾形象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不是節目 我先強調 如果今天大雅說的 甚至還有後來 可能還有其他的受害者 如果是真的 因為我們要無罪推定 你會覺得那就更可惡了 現在網友的反應怎麼樣 非常糟 而且很多人應該跟我 跟文彎的想法一樣 原來你真的就是這樣的人 他們其實不驚訝 只是這些男人很奇怪 那個NONO也說 大吧 然後那個陳建州竟然也會說 怎麼樣 我壯吧 這一點我比較驚訝 因為他給我們的形象是很溫暖 顯然他心裡很有一個黑洞 是 我是想要呼籲范范 我是想要呼籲他 就是拿出當年罵蘇貞昌的氣勢 把這個黑人罵一頓 這個才是真正該罵的 這個才是真正該罵的 很多人不知道這一段 可是那兩個字 那兩個字 我有射擊公眾侮辱 結果我剛第一個時間 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真心覺得范范真的是 命運多采 他這幾年 不知道 真不順 我去安公面頂 不然因為他為了 剛才黃醫師說的那個事件 已經很久的你刮斷 你鏡頭前 他幾乎完全都已經沒有出來了 就好好陪兩個兒子 所以好不容易 其實沉浅了這幾年之後 他還有一點點忐忑 就是說重新要站在這個舞台上 要唱歌 他要開演唱歌 現在還沒這條 你看是不是 就是覺得說真的是很坦克 沒關係 他現在只要好好罵黑人 我們就支持他 只是我覺得有一點訝異的事 因為這幾年就是我們講的 其實如果是這樣 范范也是個受害者 是當然 無辜 還被牽扯進去說 你范范姐不愛這個 所以他就去那個 對不對 這男人很可惡 然後講到 過去的綜藝節目 我實在不能夠認同是 你現在去看那些綜藝節目 說天吶 當年是這樣玩的嗎 我先舉一個 當年這些黑社會妹妹 請記住 黑社會妹妹的老闆 是陳建州 你又是個公眾人物 你又是個偶像 然後你又是個主持人 他們有一次到馬來西亞去錄節目 就會錄那種去闖 妹妹們房間 因為其實日本節目也有 可是不會做得這麼讓人不舒服 因為陳建州進去那個房間 一打開 小薰只有 小薰就是裡面有一個妹妹 叫小薰 只有一個浴袍 然後很尷尬 頭髮很亂 當然你也可以說 這可能都事先講 不論如何 這種看起來就是不舒服 至少我女生我覺得我受不了 然後陳建州還講 你裸體耶你 說實在 你又是主持人 又是他們老闆 我都不知道你這個角色是 怎麼會這樣 然後陳建州牽了這堆女生 他以前有講過嘛 反正這些都是他藝人 他很高興 他有一次去上節目 是唱蔡康永小S的節目 他一來 一群妹妹 他是帶著妹妹來宣傳 他的我愛黑社會 對不對 一進來之後呢 他竟然讓妹妹坐在他大腿上 然後 然後 陳建州講什麼 他開場白說 這個九月是墮胎潮 你看我們這些妹妹 也是這種 意思是說他們也是高危險群 也可能是墮胎潮 這講什麼 然後還讓那個妹妹坐在他腿上 他妹妹還說 他也是處女之類 就聊這種話題 連蔡康永看了 都說 你這什麼節目 這九池肉靈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就算 陳建州說 那些都是子虛烏有 但你看看你自己在節目上 那個德性 我真的受不了 那不都不算性騷擾嗎 還有一個Selina 那個也是 Selina的唱片公司 是非常強大跟嚴謹的 他們對歌手的形象 是非常在乎的 一般來說 歌手是不上節目的 不玩 不吃東西 不實境秀 會去上 一般來說都是宣傳專輯 這製薇哥知道 那他們早年有一個節目 Selina去上節目 他是這樣 他是設計一個遊戲是 這個女生就蒙著眼睛 然後你要去感覺那個人 是不是快靠近你的時候 要按停 好之類就玩這樣的遊戲 然後旁邊人都說 還不要還不要 他還沒靠近 可是黑人 靠近他之後 就親上去了 他也不是那個節目 第一個男女去親到的 可是他們說一般的來賓 都會稍微親臉頰 他不是 他直接捨吻 所以Selina還說 我感覺到舌頭了 你這個太誇張 那最後我想講 聽說Selina後來有哭是不是 他不但哭 而且經濟公司強烈抗議 要求道歉 結果第二次那個綜藝節目 又把它當成梗 還做了一個黑人道歉的 一個片段 等於又再衝一波收視率 然後最後我想講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也是這一波MeToo裡面 唯一一個老婆竟然跟老公 一起出來告的 當然我不瞭解 泛泛在想什麼 但我必須講 因為你過去上節目的時候 也講過一件事情 這不是我講 自己講的 泛泛說 他就不喜歡 唾液交換的感覺 就他這個人不喜歡 這種接吻的感覺 然後他說他要跟黑人道歉 他說他們夫妻之間 的確沒有激情 沒有激情 他自己講的 所以你們夫妻之間 我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至少出來控訴的人 黑人都不斷地親一個 親一個親一個 這是什麼 網友們得知陳建州提告以後 幾乎一面倒的 力挺大牙 一面倒 喊話要大牙加油 不要退縮 然後網友說近期 網友在社群上討論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挺陳建州 這有趣喔 網路上一面倒 幾乎沒有人挺陳建州 一面倒的挺大牙 這個有意思 我可能先講一下 因為為什麼大家一面倒支持大牙 我覺得跟黑人本身 他們夫妻 就是一直以來都有一些爭議 我覺得是有關係的 因為他們的形象一直以來 在大家心目中就是比較負面的 再加上大牙本身的就是整個故事 就是他講的這些事情 聽起來看起來都很像真的 因為他其實非常仔細 甚至他講那個日期 有人後來翻出來了 黑人自己的臉書 那天日期有去打卡 確實他那天去香港 所以是兜得上的 是 對 是 就是你講的是這個嘛 對 因為他沒有否認 黑人是沒有否認 沒有兩個人同處 都是團進團 團進團處 對 是 這個就是陳建州 這個就是他的太太 范瑋琦 那麼就是兩個人要求 這個大牙要賠一千萬 然後在臉書道歉 不過這談 我相信范范應該 現在也非常艱難 作為一個女性 到底要挺老公不挺老公 到底老公 要不要相信他 要不要相信他 因為他現在選擇 就是非常強硬的 跟老公站在一起 然後就這個 這個提告他算一半耶 是不是 那你身為女性 你都不去思考為什麼 有一個有兩個 然後你先生這樣子 在節目上對待那些 黑社會媚媚 你都不清楚 難道他沒有責任嗎 我必須這樣講 所以這對夫妻過去 我記得 而且陳建州跟范范 非常在乎中國的市場 因為他的經濟公司 因為這就處 幾道比較敏感的地方 其實早期他帶黑社會媚媚 這一批人的時候 他是要去中國的 那因為黑社會這三個字 中國不放心 雖然字不一樣 但他們對黑這個字很敏感 所以他一度是 中國是什麼都白的 所以就改成黑 girl 記不記得那時候 他是想把他們 對能夠到達 對但沒有成功 可是他畢竟在那邊 有一個高人社 所以這一次你知道 連中國的網友 都怎麼形容他 中國網友說 不是我說的 他說怎麼讓我想到一個人呢 那個人在人家控訴說 被你性侵性騷擾的時候 第一時間也發聲明 然後立馬就告 然後求償多少段很高 那個人現在在監獄 叫做吳亦凡 不能等同而語我知道 但有的時候 很多網友都說 有的時候聲明 不代表他是完全清白 他只是做了很多的動作 來恫嚇你 那他們為什麼 還有就是這件事情 為什麼整個台灣社會 這麼的憤怒 這已經跟前面那幾個 MeToo事件的狀況不太一樣 當然我們對這個事件 都很憤怒 是覺得你長期以來 一直營造這樣的形象 對於只要提到你們負面 你採用的手段是用高壓 難道你沒有想過會被反撲嗎 大雅喜報 民視被撤告 開心相信事實不容挑釁 這樣再反過來 陳建州另辟刑事戰場 這個變成加重誹謗罪的被告 我想先請教一下文婉 這怎麼回事 其實昨天就是在第一時間 因為我們剛才是提到 社群其實大家都是一個發聲的管道 所以這個大雅在他的臉書 就PO出了一個這個民視 這個撤回的一個這個那個本子 塑狀 對撤回了 然後他很開心的告訴大家 就是說這一個月來 自從他被提告民視求償一千萬 的這個月來 他看了身心科醫師 他去找心理醫師 而且他呢 狀態很不好 吃不下 然後也睡不著 然後呢 終於就是說呢 他告訴大家事實是不容挑釁的 MeToo 你們都不是一個人 大家都是 就是都是 就是都是MeToo當事人的 最佳後盾 才講完 才開心不到 我看 就是突然間 沒多久沒多久 突然間即時就跳出來 就是說他在另提 黑人另提形式告訴 所以到目前為止 大家就趕快去問大雅 可是大雅那邊就說不做回應 可是你就會發現說 在這個所謂的社群裡面 你看到大家的反應是很有意思的 比方說第一時間很多的 網路媒體就開始就是 發出這個新聞 下面很多的網友就寫了 撤回了 那不就等於坐實 你承認的這個是事實嗎 那你怕什麼 等著法院認證吧 然後如何如何 你就看到其實大家是歡心鼓舞的 覺得這個是 就是對大雅的一個 等於是幫他平反了 可是殊不知沒有 後面其實刑事等著 那這個刑事其實在 我們第一 在上個月的時候 事發的時候 其實就有人 很多人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做 應該是用刑事來 你不怕 你不怕用 那個法院認證 那你就不用去繞這一圈 但是專業的部分 要請馬律師說 因為這個聽說更高招 馬律師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策略 我先撇開兩件事情 大雅這個案子會不會成立 他當然有一些證據證明 我講的是實話 或者是很多人幫我證明 這一檔子是發生 但是就陳建州黑人的方式 他是主動方 主動方他要考量的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成不成立 第二個過程是受不受得了 第一個成不成立 當然我如果告民事 我是主動 我可以隨時撤 但是整個過程會公開透明 因為毀謗罪的民事案件 後面是可以一堆旁聽的 整個工房 整個樹狀 都可能每天天日常 就是開一次庭就給你寫一次 所以這個過程 我認為我不知道 就是包含作證 大雅來 或大雅來作證 或者是大雅的朋友來作證 馬上就會直播出去 但是如果是刑事案件 就黑人的假如來 刑事偵查不公開 什麼時候會開放 只有不幾次數分 出來那一天那一張 那一張結果 他只是忍受那一次 然後中間的過程中 因為偵查不公開 怎麼講 無從查證 所以就黑人的立場來講 我覺得我認為他告成不成 已經不是重點了 應該是在案件結束的過程當中 他還受到多少的媒體的那些效應 我覺得他現在考量是這個 而且重量來講的話 一定是刑事比民事更難成立 所以如果找認定是不會成立的 我情願走刑事 我不會走民事 因為民事的過程 會讓我一直被凌辭 那他這樣提刑事 那這個因為指控他性騷的人 是大雅嘛 大雅是不是要舉證 對 還有一個問題 我如果告刑事 有一個問題是 萬一是真的怎麼辦 對 萬一真的有性騷 檢察官是公務員 如果因此發現有犯罪行為 主動偵辦黑人啊 但是他算過了 因為如果這個案件 他已經超過是性騷擾的話 就是告訴乃論六個月過了 如果是民事賠償 兩個兩年期間也過了 也過了 所以黑人在評估反作用力的 或是在刑事案件的反作用力是零的 所以我覺得陳建徐選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可能就是 應該是 雖然是檢察官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 毀謗的告數也是六個月 他隨時也可以撤 所以他等於是 第一個我兩個案件 刑事民事我都可以主動撤告 而且但是刑事案件 我受媒體關注度 沒有那麼低 沒有那麼強 不用每天每次開庭 都要在那邊講的 有了沒有 很太難堪 所以從頭到尾 而且刑案的附作力也沒有 所以如果 如果在媒體效應來講的話 不講成功率 我會主張刑事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最好是不要告